其实玩十位十这个模式 我压力还是相当大的 因为我不能确定 自己能不能一个人 捧我十九个人 玩这个模式 尽可能要选后期 比较强的英雄啊 因为节奏非常快 不行了 就得卖烟花了 上面十个 下面十个 而且这个模式 安排的分路也很迷啊 我不知道兑现的是谁啊 哪条路都推荐我走 为了安全起见 哪条路队友比较少 我就去哪条路吧 上路没人管我就去了 去了我就后悔了 一个人兑现三个人 白旗海诺家旅步 然后时不时还来个五十天 过来拷打我一下 最后我实在是蹦不住了 我也开始摇人 因为这个模式 对我的品种很多 所以来的就很及时 我刚发完请求支援的话 哎 五十天十秒不到就来了 但是这五十天 好像跟那个操用综合证似的 上来就开打 然后光速送一个 秒下线 海诺上班五十天 上着自己有大招还在抗他 你真以为开打大招就无敌了 愚蠢 上个狗帐人士的五十天 大招加进化直接转 闪现吃草也没用 赶紧给我死了 这是个新模式 玩的人非常多 打法也不固定 之前跟我对象的是海诺 现在又变成马可了 他有威仪不好杀 先给一锁子 哎 有意外收获 哎呀 这马可 对象还送见面礼 给我整的都不好意思了 这模式里面 学海诺的人也是非常多 因为海诺这个英雄 人越多输出越高 这二十个人打几团来 海诺肯定又占优势 但是我对象这个海诺 也明显不会玩 我感觉他就是那种 别人玩海诺 自己也跟着玩的学人警 给他一锁子 加装要走 再回来这个草丛里面 再给他来上满满的一锁子 这就没了 我还没尽力呢 这个模式还出了一个 跟奥利贴一样 颜色的buff 蓝buff可以回蓝 红buff可以减速 而这个奥利贴buff 可以回血 非常适合 没有续航的战士 或者坦克拿 这个模式里 大家比较爱玩的英雄 就是海诺白起和貂蚕 尤其是白起 总感觉自己能一打五 就这个白起 我本来想杀他的 但是他呢 主动向我跑来了 像这种双向奔赴的 那我必须弄死他 不然显得我很不见人情 我以为这个模式 大家打的都很嗨 没有什么脑子 所以我就压得很深 但是现在看来 是我没有脑子 全来整我了 但是你敢跟我贴点隔牙 怎么想的 直接打他 先往后走 被调查黏住了 不用慌 我们可以躺在草丛里 防止尸体发臭 话说这个隔牙怎么死的 好像是被炮车给收割了 这个模式 你们是不是以为能打很久 但其实不然 这个风暴龙王 十分钟就出来了 打完这个龙 一般都能一搏 十分钟往后 这个冰线就非常疼了 三个炮车都会给我干垃圾了 先藏进草丛里 暂避锋芒 我们家冰线要是不出来 我都不敢直面对面冰线 崩毙为你飞起来 现在我们家就剩两个人了 两个人守对面八个人 只需要一个人杀四个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我看好你们 不要让我失望哦 总的来说 这个模式还是很新颖的 打起来不用脑子 感觉非常舒适 看完了不妨哪个关注 下期更精彩